我十培生 九六年到了越南 二十岁出头的十培生 曾经是国内的一名白领 拥有稳定的工作和收入 但他不满足于现状 总想走出去看一看 我们算是第一批来到越南 刚开始在我们这个年代 算是一个打工球 我们在广州打工 然后在台湾协产 还有一个固然的职会 他们到越南特别来 通常越南开开开放就过来了 辞去了国内的稳定工作后 十培生带着自己的一点积蓄 独自来到越南南部的 胡志明市开始创业 我一下回就看到他们 摩托车特别多 所以它是成为 那个世界摩托车皇后 因为他们天气热 全脱形 我们一到房间 发现了个满意也很多 我刚去越南的第一年 我的母亲都不愿意我去 去的时候是 白白胖胖去的 半年飞起来就很瘦了 但是我觉得对我们来讲 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之力 但我们要坚持下去 我们只要什么事情 也能够坚持下来 后面会越来越好 来到越南后 温润的气候 迷人的景色 让十培生感到一种亲切感 他想在这里扎根 想和这里的人民一起 共同发展 但作为一个异国人 创业并非一事 我在国内做鞋子 我还是没做过现场 所以当时我最大挑战就是 我没做过现场 那语言又不通 当时我就要 晚上他们下班以后 我自己躲下来 我要去学会每一道工序 我都做到12点就要做 这也是我的一个 总经理教我的一句话 那我必须先学会 我自己要会做的东西 我才有办法去教他 石培生的事业 从服装 鞋帽等 轻工业的进出口贸易开始 逐渐发展到工程建筑领域 积淀设计安装 房地产项目 在越南当地开始展露头角 我做人的准则 第一个就是耕持 第二个讲信誉 第三个就是一个责任大战 他还积极参与越南的工艺事业 捐赠资金和物资 支持教育 医疗 扶贫等领域的发展 用自己的行动和成果 展示了中国人的能力 以及作为湖南人的魄力 也赢得当地人的尊重和信任 一带一路以后 你看我们有了铁海田运 包括我们这个环化铁路 广市边界这些公路 都已经全部打通了 铁海田运 在很多贸易的时间 这么结实了很多 所以最大收益的 我觉得是贸易上面 石培生的公司 积极响应一带一路倡议 与越南的政府 企业 社会团体等 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 也促进了中越两国的 互联互通和互利共赢